网红一角 这套房子太直了 又好又漂亮 这套房子太直了 我现在在这个楼盘 这间房是最小的 我进来一看 这边有洗手间 那就是每间房都有 因为它最小的房间都设计了洗手间 果然每个房间我刚才去参观的 全部都有各自的卫生间 这个楼盘我进来看 我最喜欢的就是所有的细节全部都帮你考虑的 很好 没有让你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它的用料 你要仔细观察它的东西 你不要九十年租赁了 你一百年都不是问题 关键是你还在不在 这是第二个房间 他做了一个小朋友 上面可以这个睡觉 下面他可以坐他的 这个床拿掉就可以坐他的书房 所以他的考虑也很周到 那这里面他整体的这个装修 也都是各自有卫生间就很方便 当然他这个是样品房 如果是自己装修的话 你完全要按照他的格调 那已经是有了 你只要请这个装修公司 把这个整个看一下就可以 这个是主卧室 主卧室 他的整个主卧室床的部分 倒是不是很大 但是他这里面的这个衣橱 他的化妆台 包括他的洗手间 有两个梳洗的这个洗脸棚 这个实际上现在欧洲人是很流行 中国人还没有特别的对这种的需求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是太棒了 两个人在这边都不会谁妨碍谁 所以这个是必须有 现代赶潮流的话比较领先的就是需要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的设计真的是挺不错 我喜欢 这套房子还真不错 清脉有粮剂 所以粮剂的时候能够在这里坐在喝一杯下午茶 这个感觉非常好 这个房子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在泰国天热 尤其在曼谷有这么一个大露台好像也没什么用 可是在境外可以至少你可以享受两三个月的良济的 罗曼蒂克的生活 泰国幼木 这个连下面的风版都是幼木确实要这样 你有一样东西是不行的 那么就是追求完全的美感的人那就是一个瑕疵 所以他这个是让你挑不出瑕疵 这个整个他的这个采光都是有考虑过的 坐在这里吃饭的话 唐姐喜欢美食 所以呢 这边有一个大厨房 这里刚好是两三个人在这边吃吃东西喝喝酒 哇是不是很好 这个是干嘛的呢 如果懂的人会知道现在 特斯拉的车电动车都是需要这个 一个快充一个慢充 他连这个都帮你设计好装好 这个玻璃门全日本进口的 实际上全日本进口就是他的工艺 他的防水是100%的 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 刚才说了他关下来就是像我们隔壁看到那样 连这个咖啡店的玻璃房都省去了 多棒 而且是全自动的 所以这个让我看得有点着迷 但是呢 如果是真正过日子的 这个地方是必选的 而且如果我的意愿的话 我就是全装修的 依次搞定 我看到这套房子我马上就想说我拎包入住的感觉 他的跳高7米多 现在流行 跳高要高 人就会没有压抑感 这套房子的样品房我觉得真的很漂亮 这个都很符合我的想象 跳高楼层高 这边的餐桌也已经够我用了 关键是他也有室内厨房 摆出下午茶的感觉 现在参观的是第二套 第二套的这个房型我更喜欢 这里呢是保姆房 保姆有单独的洗手间 也装修的不错 那这个呢是一个内厨房 内厨房嘛 一个就是中国人炒炒东西 或者是这个炖炖东西啊什么 那这个位置呢 纯粹就是为下午茶准备的 啊我太喜欢这种了 就是里面没有什么油烟的 对吧 只要烧烤啊 早餐啊 下午茶啊 都可以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套房子还真的是我觉得我挺着迷的 他的整个装修啊格调啊 这个所有的每一个东西的方便程度 我觉得泰国人这个很喜欢这样 就是有这一个 哪怕是有朋友喜欢这里挤一挤也可以啊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 这个这个这个房间的设计 这一栋楼的设计是我喜欢的 啊这个卫生间他的配的也不错 这个还不是主卧室吧 主卧在那边 主卧是刚才我们说话的地方 对对对对这个 是我小孩子可以往上跑这个可以啊 老人家不用跑 所以这里我觉得他整个的设计 啊在泰国两个小孩 一人一间或者一间客房 一个小孩房啊 啊这个我就觉得他考虑的也挺全面的啊 挺好挺好 这个设计是符合我的 想象有个大客厅 就是二楼房间有个大客厅 就是二楼房间有个大客厅 那边有个衣帽间 啊这个他整个啊 帮你设计啊 摆啊什么 我觉得都可以 可以 这一套房子的亮点啊 他这个 衣帽间啊 他有两个 就是 男生跟女生他可以分开的 还有浴缸的部分 领域的部分 我们也很少见到 哪一个房间他的有 两个 衣帽间 对吧这个实际上 真正的会生活的在家里面 确实分开会比较好 有一群女生 衣服多什么东西多 站的地方不够 还要占用自己 老爷子的地方 这个就是有区别的 这家他全部帮你设计好 摆好 这个可以 哎呀有感而发呀 唐姐来到这些地方就是越看越着迷 越看越喜欢 这个 这套的房子 是我觉得 真的是很符合 我的这种感觉 我的需求 唐姐刚才参观的第二套房子 B户型 哇这套房子正好是符合我的理念 他所有的细节 我挑不出他任何的毛病 什么叫豪宅 100个大拉娃盖出这样的房子 这才叫豪宅 所以你想破脑袋 你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哎呀直接就现成的了 不要再那么费劲 我觉得这种房子 你看到以后你才会想 你说我把家里改造改造 别改造了 改造的费用还不如买到新的 这个泳池呢 它还能用得到一点 确确实实还可以有 这个跳高是整个是8米 哇这个灯也很漂亮 垂下来 经济有变 不过如此 而且我觉得它的价钱 我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三千六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唐姐来讲是这样子 因为唐姐现在都是考虑20年以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 这个品牌它考虑的东西 它的设计都是很符合人的 有实际生活经验的 这个很重要 要借低气 所以我觉得 它这个整个设计我很喜欢 它这个设计应该是比较有泰国的情怀 我觉得它 泰国人不是都很喜欢弄这个 它的串衣房就这么一个 两个也是两个 现在很好 现在这种设计它都是有两个穿衣房 这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还有两个洗手台 这边它 这个它是两个门随便进出 有个的自由 挺好的 这个主卧室也不错的 这间房它解决了一个问题 楼梯我刚才走上来 我觉得它正好有个电梯解决了你的顾虑 除了豪 还有一个你看得到的 你用得到的 全部它设计的是挺合理的 这个是一个露天平台 但是它这套的设计 它这个主卧室是不能有通的 就是整个的不要影响到我女主人的这个权益 那么在这里就是工人啊小孩啊 你们要玩什么不会吵到我的那种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种各有各的设计里面也蛮好的 这个老人家嘛 不要整天想着BBQ啊这个那个对吧 你要坐一坐弄一弄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给你享受 可是今天清脉的天气好舒服呀 我在这里整个的就没有太阳还有很大的风 所以我觉得哇这种地方是吧 清脉才有的这个气候 让你感觉可以爽一下 中国现在是好冷啊 我们这里好舒服 所以选择一个地方 气候是非常重要的 泰国曼谷真的有点热 但是在清脉你可以一世人生半世人生你是舒服的 那种舒服感就是气候